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牙学说一直占主导地位 后来希腊医师发明的体液学说和活体学说等内约性理论 是取病研究的萌牙 在17世纪和18世纪 一些学者认为牙破坏与口腔中的酸和微生物有关 这些外缘性理论初步接触到取病病因中的实质性问题 但也仍未缠明细菌的作用机制 后来有学者基于蛋白溶解作用提出的蛋白溶解学说 和蛋白溶解敖和学说 明德提出的化学细菌学说是现代取病病因学的基础 化学细菌学说第一次将酸和细菌学说结合起来解释取病 总结了取病过程中的三项主要因素 口腔微生物在产酸和溶解蛋白方面的作用 微生物发酵碳水化合物底物 酸导致牙矿物质的溶解 第一次缠明了口腔微生物、食物、酸和取病发生的关系 抓住了取病发生的本质 但是明德的化学细菌学说也有一些不完善之处 比如未能缠明牙面微生物的存在形式 不能解释取发生的特异性部位 不能解释取发生的个体差异 也不能确定支取的病原菌 现代四联因素理论认为 取病是一种多因素疾病 宿主、微生物、饮食和时间相互作用导致取病的发生 即取病发生要求有敏感的宿主 口腔支取菌群的作用 以及适宜的底物 而这些底物又必须在口腔中滞留足够的时间 近些年来 一些学者认为 取病的发生并非是少数几种 质取菌作用的结果 菌般生物膜形成是一个细菌交替的动态过程 其综合影响最终导致取病的发生 即取病生态学假说 细菌粘附于牙面或修复体上形成生态环境 细菌在其中生长、繁殖和衰亡 并进行着复杂的物质代谢活动 在条件适当时 细菌的代谢产物可造成牙体或牙周组织的破坏 那么现在取病的概念是什么呢 取病是在以细菌为主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牙体硬组织发生的慢性、进行性破坏的一种疾病 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 首先取病是牙体硬组织的疾病 即发生在牙幼脂、牙本质和牙骨质 这些牙体硬组织的疾病 其次 取病是由细菌为主的多因素引起的疾病 就病因学角度而言 取病也可称为牙体硬组织的细菌感染性疾病 通过取病的概念 我们知道细菌是引起取病的重要元素 那么细菌是如何影响取病的发生和发展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图片 看似干净的牙面经过染色之后 附着于牙面的这些物质称之为牙菌斑 它的本质是一层薄而致密的有机膜 是未宽化的细菌成基物 由细菌及其机制构成 是细菌生长的微生态环境 细菌是通过牙菌斑的形式对牙产生作用 根据牙菌斑所在的部位 牙菌斑可以分为吟上牙菌斑和吟下牙菌斑 牙菌斑有80%的水和20%的固体物质构成 固体物质主要包括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脂肪等有机物 和钙、磷、浮等无机物 蛋白质是其主要的固体成分 占菌斑肝重的40%到50% 牙菌斑的形成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获得性膜形成和初期聚集 细菌附着迅速生长繁殖 菌斑成熟 在电竞下我们可以观察到 幼稚表面清洁4小时后 开始有颗粒状物成绩 8小时后 获得性膜形成 有散在的囚菌附着在获得性膜上 12小时后 附着的细菌粘成片状 以囚菌为主 24小时后 幼稚表面已完全被细菌覆盖 以囚菌为主 开始有杆菌的出现 3天后 菌斑增后 杆菌和丝状菌增多 14天后 成熟的菌斑结构变得更为复杂 取病过程中的细菌活动较为复杂 不能简单地视为 由于唾液细菌在牙表面定居所造成的直接损害 取病的产生必须取决于一些重要条件 即在牙表面有比较隐蔽的部位 保持高浓度的智取菌 能使智取菌持续发挥损害作用的因素 这一过程只有牙菌斑才能借导和完成 常见的智取微生物主要有 列球菌数 乳感菌数和放线菌数 随着取病的发生 牙菌斑内细菌比例可不断发生变化 如变形列球菌 放线菌和乳感菌的数量增加 而许列球菌的数量减少 牙菌斑的智取作用可以概括为 菌斑中的细菌代谢碳水化合物产酸 由于菌斑机制的屏障作用 这些酸不宜扩散 因而导致局部的PH值下降 造成牙体组织脱矿 最终形成取齿 主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早期取是动态的脱矿 与再矿化交替出现的过程 牙菌斑类的产酸代谢活动 是产生曲病损害的直接原因 糖类频繁摄入或唾液的缓冲作用 来以达到菌斑生存 菌斑类产生的酸在局部持续发挥作用 最终导致取齿的形成 饮食因素对取病也有一定的影响 主要包括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类 微生物 以及一些氟 钙磷盐等 碳水化合物中 这糖作为细菌代谢的产物 在代谢过程中 为细菌提供营养 其周末产物又可造成牙的破坏 碳水化合物的种类和生物性状 对支取能力有影响 其摄入量和摄入频率 对取病的发病也有一定的影响 限制糖的摄取 减少进食频率 可以减少取病的发生 无机物中与取病关系 最密切的是服务元素 其抗取机制 主要是牙齿表面 形成服务灵灰石 具有更强的抗酸能力 影响取病的宿主因素 主要包括牙和唾液 牙和牙工的形态 在取病发病过程中 有重要的影响 体现在牙面对取病的敏感性 如窝钩处 比较容易换取 凡有滞留区形成的部位 以造成取病损害 如牙排列不齐 牙拥挤 牙重叠等 牙的理化特性 钙化程度 微量元素含量等因素 也可影响取病的发生发展 唾液在正常情况下 能够通过机械清洗减少细菌的机具 唾液蛋白具有益菌中和抗酸作用 唾液中的无机盐 也可促进早期取损和脱矿幼质的再矿化 口干症或前线蜂蜜减少的患者 换取率明显增加 取病的发生过程较长 从初期取到临床形成取动 一般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只有智取细菌 适宜的环境和易感的宿主 同时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才可能产生取坏 因此 时间因素在取病的发生中 具有重要意义 其他影响取病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 有年龄、性别、种族、家族和遗传 地理因素等 本节课程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是 取病的概念 取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 牙骏班是如何介绍取病的发生和发展的 了解关于取病病因的一些学说 特别是四联因素学说和取病生态学说 好了 本节课程就到这里 再见 本节课程中